我身邊這一台就是電動自行車的運動型 我們的型號叫One Forty 它充一次電的續航力有120公里 你不需要再帶額外的電池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整個電池科技的一個突破 那電池在哪裡 在這裡面 就包在裡面 所以看起來就一體 你也不會覺得說它很突兀 那這裡就是馬達 電動馬達在裡面 這個叫避震器 那這邊有控制器 所以以電動的控制就是 控制器 電池加馬達 這個就是一組 我身後這一台呢 是我們最近這個 在這近幾年 可以說是對整個自行車產業天翻地覆 改變的一台車叫Grabble Bike 歷史公路車 所以我們也相應的推出了我們的 傑安特歷史公路車的特製的車款叫做Revolt Revolt 反叛者 這是中文的意思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在整個車架線條裡面 它相較於公路車那種極簡的造型呢 其實它有非常多這種肌肉的零線 反應的就是說 它非常強壯 能承受來自這種多地騎乘的衝擊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各位看到 它有很多水壺的預留孔 上面就有兩顆 然後在車架下緣的話 您看這邊有預留三顆 這邊有預留兩顆 甚至到前叉的位置 如果您需要的話 其實這邊都還有預留水壺螺絲孔 其實就是要反應說 在騎乘這樣子多地型 多路況的時候 會有很多鎖包帶類啊 多一點的水壺 帶工具帶等等的這些需求 這一整組輪組的話 前後輪只有1270克 那1270克在很多公路車輪組 公路車輪組上 基本上是一個很夢幻的一個重量 而且它又是佛gravel的 那再來的話 就是我們還是用Carbon的浮條 那Carbon浮條的話 它在強度上的話 是每一條 它都可以承受300公斤的拉力 這次的這個改版的話 還有哪一些特色 就是主要是在變速的效率上面的話 做了一個很大的提升這樣 那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的圖 這邊就是我們在前變速器跟後變速器 分別都是縮短了 40幾趴跟50幾趴 那前叉化基本上也是這一整個整體的大腦 就是中控台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最必要的零件 那可以看到它在上端這邊 會有一些控制的按鈕 那它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去做設定 那第二個可以看到我們的後避震器 那後避震器的話 它基本上也就是利用我們電子馬達的方式 來做開關的調整